继攻入俄本土后 乌克兰又发动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泽连斯基与孤逐一致 普京怕是会已经做好最坏打算 要拉整个欧洲陪葬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继入侵俄本土后 乌继续加码 一旦普京被逼上绝路 恐怕32国陪葬 最近俄战场情况 让很多网友看的是云里雾里 为什么呢 光是两件事就已经非常扑朔迷离了 一个是有关于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一事 乌克兰这边每天公布的消息 基本都是又攻入了多少公里 俘虏了多少俄军士兵 俄罗斯那边则是时常宣布 俄军歼灭了多少敌人 摧毁了乌军多少装备 另一个则是 继入侵俄罗斯本土后 乌克兰继续加码 在15日的时候 发动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与第一件事情一样 乌方宣称自己的无人机全部命中目标 俄方声称自己击入了几乎所有的无人机 这就导致整个战场形势虚虚实实 一时之间让人不知道究竟该相信谁 不过俄乌双方都在宣扬自己的大胜背后 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便是 泽连斯基已经越发想要孤独一掷 而普京的怒意则是越发滔天 为此伴随而来的是网上的两种立场和声音 支持俄罗斯的人坚定认为 乌克兰的反驳只是昙花一现 在俄军精锐成功剿灭这股乌军后 会加速乌克兰的灭亡 支持乌克兰的人则相信俄罗斯就是纸老虎 如今在俄境内的乌军所向披靡 濒临莫斯科城下 最终反败为胜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站在客观角度 我在这里不得不给后者泼上一盆冷水 当然了 我想说的并不是乌军凭借这股的顽强意志 不能把俄军打得灰头土俩 而是如今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 普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一方面 这一次俄军方罕见的直接对外宣称 入侵库尔斯克州的乌军中存在大批量的外国雇佣兵 这些人基本都操折波兰语英语法语等 就差明着说这群人是北约的士兵了 很显然 俄罗斯方面对北约的忍耐程度快要到了一个临界点 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偶尔几份有关于俄海军训练的机密文件 这些文件内容显示 俄罗斯想通过水面潜艇的机动性把核导弹瞄准欧洲的腹地 而且根据文件中的地图显示 欧洲的32个目标均被标记为许打击的目标 更恐怖的是按照北约前军官和智库的说法是 这份地图只是一小部分 俄罗斯锁定的目标可能高达数百个 甚至是上千个 并分析认为一旦俄罗斯以北约开战 那么整个欧洲大陆都会面临风险 所以当下高呼乌军会攻入莫斯科的人 恐怕忽略了俄罗斯的最终底牌 真以为一旦莫斯科真到了微如雷懒的地步 普京会举手投降呢 俄罗斯现在摆明了是要为自己打出战略安全区 既然俄罗斯如今已经与北约有了彻底撕破脸皮的迹象 普京不可能有考虑过 当俄罗斯被逼入彻底绝境后 与死网破 拉着整个欧洲一起陪葬的想法 最后我还是想要再次强调一句 不管支持俄罗斯也好 支持乌克兰也罢 大家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的观点没什么 但是鼓吹战争却实属不该 俄乌双方报道出来的数字 可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真正的可怜人 真正的正义 中国官方早就严明 那就是停火止战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